花园入口仿佛迷宫般 每个出入口都是通往不同主题的花园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花园 可以见到阿拉伯、古希腊和古罗马花园风貌的结合 都夺花园内充满了16世纪英国贵族 对几何图案与原著上雕刻神兽的崇拜 印度花园的设计融合印度炎热气候的特性 因此花园的灌溉方式也是延续传统 不是用喷洒而是流水的方式进行 简而言之 汉密尔顿花园打破传统的植物园模式 以人与花园的关系进行规划设计 毛利花园主要展示了毛利原住民在粮食生产与储存的传统作法 和仪式也是目前纽西兰唯一的毛利传统生产性花园 此外还有结合如世道精神的传统日本景观花园 在以汉唐文人花园为主创的中国式庭院 蜿蜒的小径 小桥 流水 绿竹和六角亭 还放置了远古传说能护佑人免于水火劫难的深远雕塑 不止这一对远从三百多公里外驱车前来的夫妇 当地民众也经常走访这座花园 花园的前身是一个垃圾处理厂 1970年代市政府与社区美化协会 不希望高速公路的设置破坏这片区域 倡议设立公共花园 直到1982年正式对公众开放 直至今日 园区规模仍在扩大 这两年因为疫情边境关闭 每年访客从百万人次腰斩胜一半 随着7月底 纽西兰政府即将全面开放边境 园区也准备迎接国际访客回流 我们可以帮助人们探索这些富贵的故事 在不同语言中 因为现在全部都在英语 所以我们想变得更多欢迎 我们想变得更多欢迎 来到汉密尔顿花园 就像逛一趟世界花园博览会 谁能想到曾经荒芜的废弃土地 有朝一日会成为旅获殊荣的公共花园 和热门旅游景点 新唐人记者卢天长张明竹 纽西兰汉密尔顿报道